傷牙的行為 一 常吃高糖分酸性的食物 二 把羊尺當工具使用 三 錯誤的牙齒美白 我這一點常常被家人罵 因為我牙齒不錯 我們吃螃蟹都... 對 螃蟹口很硬耶 他說妳為什麼要這樣咬 對啊 我們客家人小時候都這樣咬 對啊 怎麼甘蔗也是這樣咬 對啊 可是那是妳小時候 妳現在不能這樣咬了 對 他說很容易 就斷掉了 可是妳看現在螃蟹季節 都要用敲的嘛 它夾子這樣夾 對 這個很多人會懶 我也是把那個什麼牙齒是當 因為我很喜歡吃螃蟹 所以每次螃蟹咬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腳 妳就懶得拿那個小剪刀 去卡它嘛 妳就這樣 而且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 還有那個開瓶子 開罐器 對 就是要開的時候牙齒這樣 用牙齒這樣 皮腳要 那廣告就是帥啊 對啊 就是這樣子 對 高糖分酸性的 這個也會影響到 錯誤的 所以我常常說牙齒為什麼弄得 白白白 好像晚上登一關 只看到牙齒 但是美白現在很多人弄 很多人 我覺得去找牙醫還有 可是現在坊間有賣自己那個牙齒 貼片 貼片 那個你貼要是貼的時候 你牙醫會整起來耶 我們剛好有牙齒醫師來 好 那我想剛剛這些問題 不是只有瓜哥或是來賓們有 我想在座的許多觀眾朋友 都有類似的疑問 那我們就一點一點的 為大家做解釋 首先就是高糖分 或是酸性的這些飲食 其實是很容易傷害牙齒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糖分進入到口腔裡面 就會 而這些酸性物質 它又會 所以什麼樣的飲食 對牙齒最傷 就是高糖分又酸性的 譬如說像是 甚至是能量飲料 其實不是只有台灣 在國外都有做過類似的研究 甚至國外有研究說 運動員牙齒特別容易壞 為什麼 能量 能量飲料 那再來就是很多人說 那我不喝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對身體健康不好 所以有些人喜歡喝檸檬水 喝果汁 那去年這個時候 不是選那個台北市張嗎 那就有候選人提倡說 什麼蜂蜜檸 聽巧合很養生對不對 其實這個也是很傷害牙齒的 那當然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像是一些啃硬的東西 譬如說或者是把牙齒 當成工具 啃甘蔗 啃螃蟹 這些都很容易造成牙齒 這樣咬會受傷嗎 牙齒可能會壞掉 會崩掉 裂掉 甚至整個會碎掉 然後對關節而言 傷害也很大 對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 分享一個案例 我不知道大家在喝可樂 或是喝果汁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牙齒酸酸的 軟軟的 對不對 偶爾 偶爾 其實這個不是錯覺 你會覺得牙齒酸軟 在喝可樂的時候 就代表那個酸性物質 正在破壞你的爬螂肌 那我這邊有一個案例 就是他是一個高中生 17歲的高中生 他每天只喝一個東西 叫做可樂 而且又不愛刷牙 就是他在找我做治療的時候 就是牙齒是整排 蛀黑蛀爛的 這樣的口腔狀況 出現在17歲的高中生 其實他如果不蛀牙 牙齒排力還算整齊 是啊 他只是那個蛀牙的 這個就滿可惜的 這個就是因為後天的一些行為 造成牙齒的傷害 那這個要拔嗎 還不至於嚴重到 要拔的程度 但是我們就要花很多時間 我們可能用樹脂 用陶瓷 慢慢去重建牙齒的結構 這個上面黑黑的要進去洗 基本上就是把蛀牙的地方清乾淨 看似柱多深 如果比較表淺 那我們可能就是用樹脂去填補 如果說破壞到牙齒結構 比較大範圍的缺損 或者是牙水有被細菌感染 我們就要做根管治療去做 或者是做後續的陶瓷夾 可是你這樣補它 也不會恢復正常嗎 對不對 就是我們要把 柱的地方先清乾淨 然後盡量去恢復它的結構 所以我們才說 看它缺損的範圍 那它會 如果你清理乾淨 它會越長越健康嗎 牙齒的破壞 它是很難再生的 大部分我們就只能 建構更好而已 對啊 其實有些病人想法會比較奇怪 覺得說好像牙齒變黑 那我們去做美白就好了 那我這邊要分享一個案例 他是一個年輕正妹 是一個健身教練 他就去做牙齒美白 但是比較遺憾的就是 他是去找那種沒有執照的那種 牙齒的那種美齒 是去做貼片的一個治療 那所以結論就是 他花了很多錢 因為那個不是受過正規 醫療教育的這個 美齒屍所做的治療 所以說做得很醜 然後很容易塞食物殘渣 而且重點是要 他最後他就真的受不了了 就透過朋友介紹 來我們這邊做諮詢 所以我們就幫他把這些 這個有問題的貼片 都把它拆掉 然後拆掉發現 就是整個牙齒都是壞 都被那個美齒屍弄壞 甚至可以看到說 有好幾個牙齒都是 這其實是一個比較 讓人家覺得 比較不忍心的一個案例 我想關鍵在於說 我們還是要把牙齒 會染黑的原因找出來 然後去對症下藥 所以說我還是建議大家 牙齒有問題 不管是變色這些問題 都還是要先尋求 正規的牙科諮詢跟治療 後來我想到 因為他重訓的時候 會笑出來 比較頂貼現在 好像 對不對 牙齒還是要漂亮 要漂亮 像我以前 以前都比較不會去愛護自己的牙齒 然後比如說我很喜歡 我跟那個瓜哥一樣 很喜歡 對 然後有一次就這樣啃著啃著 就覺得很過癮 然後啃著啃著 怎麼覺得那個 甘蔗渣怎麼硬硬的 結果我自己把自己的那個 舊齒整個咬碎 舊齒 對啊 就整個這樣咬碎掉 然後 妳不用咬可能會斷半片 這樣剝落下來 我從那時候才開始 慢慢覺得要保護牙齒 因為牙齒只有一副 你知道嗎 結果有一次就是也是吃螃蟹 我咬下去那個螃蟹一個小渣渣 剛好就卡在煮 卡在裡面我怎麼弄都弄不出來 塞很緊 對 然後隔了三天之後 我的整個臉總得跟豬頭一樣 就裡面化濃了 最後也是只好跑去找牙科醫生 然後開刀 把那個龍水弄掉 然後才把那個小片弄出來 所以我後來其實 有一次喝紅酒 你不是要一直刷牙嗎 結果我刷著刷著 我就想說 怎麼今天喝了紅酒 好多那個紅酒漬 結果不是 是我一直刷 刷到我的牙齒都會刷 流血 對 後來就慢慢就發現 要愛護自己的牙齒 然後我最近發現一個 我非常非常喜歡的東西 叫 沖牙齒 沖牙齒它有 它上面那個頭可以換 尖尖的 對 它有那個什麼標準型的 然後還可以按摩你的牙齒 妳這樣沖不會痠嗎 不會 而且沖了之後 你的牙齒會更健康 就是你不會得到什麼牙周病 什麼什麼的 我覺得很好 而且口齒清新 對 就是牙會沖得很乾淨 刷得很乾淨 沖牙肌的話 它當然會有一些幫助 不過我想最重要的關鍵 還是平常我們 牙刷牙線 這些簡單工具的使用 其實就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那我想問一下 我們每次剃牙的時候 就是我朋友有一次在剃牙 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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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拿出來都會聞一下 然後我覺得很臭 然後很臭 然後旁邊另外一個朋友就講說 很臭就代表 你剃到牙結石了 他說你把牙結石整個剃下來了 所以這個如果是臭是好的 代表你清到牙結石 沒有啦 沒有 這回事 沒有啦 其實應該是說我們大部分的 都知道說 一天要刷兩次牙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想到說 你在刷牙的同時 其實你是沒有清到牙縫的 所以說牙線的使用是很重要 那你在使用牙線的時候 你常常都會覺得 好像有些臭臭 有些髒髒的東西 那就表示什麼 雖然說你沒有感覺到牙縫 有卡肉屑 菜喳 但是其實有一些 已經輕微的牙縫病 對啊 所以說我們在使用牙線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有些味道 這就表示你真的應該 更應該認真的去清潔牙縫 你的牙縫清理乾淨 你是不會有味道 當你有一點味道 你就表示你有 因為97%的人都會有牙縫病 只是你不自覺而已 97 你太高了吧 真的啦 你們會覺得 我怎麼那麼高是不是 97% 對啊 這個國健署 好像在07 08年的時候 有做過統計 的確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 因為牙縫病 它是比較難被發現的一個症狀 蛀牙是細菌破壞牙齒 那簡單來說 牙縫病就是細菌破壞牙床 但是細菌破壞這個牙床 過程非常緩慢 而且不一定有明顯的症狀 那很多人都會去忽略 其實最容易最容易 看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覺得說要容易流血 那或者是有時候容易腫 這個其實就是 牙縫病早期的解決 對 我覺得做這個醫師好 然後我就感覺就是 你人要活得健康品質要好 兩個一定要 骨一個牙齒一個膝蓋 膝蓋 是 我看過很多農夫 身強體壯 可是他到老 就是走路會變這樣 對 就一直看膝蓋 還有一種 牙口不好 你身體也不會好 對 牙口 所以這兩個顧好 你一定長命百歲 對 有一個16歲的小女生 她是 其實她已經在小學畢業之後 就開始發現 她的兩顆上面那兩顆門牙 顏色越來越跟其他牙齒不太一樣 然後她是忍 忍到了16歲的時候才去看牙醫 然後結果牙醫一檢查 就發現其實你這兩顆牙齒是 死掉的 所以它裡面 它的顏色是 牙齒還會死掉 對 就是牙齒是已經沒有生命的牙齒了 就已經死掉 可是它還在那邊這樣子 那英文叫nonvital 就是沒有生命的 然後那時候就 才知道說她的習慣在哪裡 她小的時候 就是 那夜奶 那時候開始長牙了 所以夜奶也是戒不掉 那喝完夜奶了之後 就睡覺 所以她的乳牙 其實門牙的時候 那時候就 那她現在夜奶 家人想說那夜奶戒不掉 要換成宵夜 所以後來她就是要吃餅乾跟牛奶 再睡覺 那再大一點 就換成別的宵夜 可是她 所以她就一直有宵夜的習慣 那你牙齒全部都一直在酸的 甜的這樣 對 可是所以她 而且她最重要就是她 一開始的時候就是門牙先住 乳牙的門牙就已經住過了 那後來長 現在長橫齒 結果橫齒也開始變壞了 那時候那個牙科醫師就跟她討論 就是說 我們試試看保住 那就是跟那個林醫師剛剛說的一樣 就是說我們先試試看保住 所以她先幫她做檢查 然後就把那個根管先做治療 跟清潔了之後 再來就是要考慮美白的部分 因為那個顏色已經變不回來 那那時候本來媽媽是想說 那我要出去找美食師 那但是醫生還是跟她說 我們可以做 有方法做 但是這個療程很長 對 因為一次一次的這樣 其實對那個牙齦都是一種磨損 因為它就是強烈的漂白劑 那你牙齦沒有辦法接受這種東西 所以都要在保護牙齦的狀況 做這個療程這樣子 然後做了超過一年 它的顏色才跟其他的牙齒是一樣的 其實真的要是均勤我們正規的 醫療的一個治療 網路上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但是真的要很小心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